今天上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上午9点,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滬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了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 9时23分,选举正式开始 计票结果显示 在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中 习近平均获得全部2970张赞成票 全场报以热烈掌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票 主持人宣布 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 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 栗战书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王岐山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王陈、曹建明、张春贤、沈岳岳、吉炳轩、爱丽庚、一鸣八海、万厄乡、陈竹、王东明、白马赤林、丁仲理、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 当选为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杨振武当选为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 举行了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宪法宣誓仪式 主席台上国徽高悬一级升辉 三名礼兵迈着正部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场 并将宪法放置于宣誓台上 伴随着主席出场号角 新当选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从主席台作习起身 进步走到宣誓台前站立 请宣誓 请宣誓 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客进职守 连接奉公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博 努力奋斗 宣誓人 习近平 随后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进行宪法宣誓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进行了集体宣誓 上海电视台编辑报道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进行宪法宣誓 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进行宪法宣誓